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2月15日 大紀元獲得接近中共統戰部高層的知情人士獨家爆料說 統戰部老領導透露 東北人對習近平不滿的聲討很嚴重 該知情人士說 中共當局已監測到東北地區願性再度 而且國家網信辦和統戰部 現在都關注到東北網民的不滿情緒 目前網絡過濾非常嚴重 統戰部老領導說 東北地區認為中央不給東北三省優惠政策 不支持東北發展 是因為習近平和薄熙來的個人恩怨而牽怒東北 要犧牲東北三省 薄熙來緣繫由中共江澤民集團選中的接班人 2004年進京前曾盤據遼寧20年 2012年重慶事件爆發 薄州政變的陰謀敗路 最終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被習近平拿下 東北三省一般指遼寧、吉林、黑龍江 其中遼寧、吉林都是習近平的政敵 江澤民派系勢力深殖之地 也是習上台後反復重災區 伴隨著官場動盪 三省經濟也一路下跌 統戰部老領導說 中國東北過去曾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 現在成了經濟落後地區 東北民眾現在對習的不滿情緒非常大 有激化的苗頭 新政策幾乎沒有比過東北 目前中國要出台第10個國家中心城市 東北100萬平方公里卻一個都沒有 東北三省資源豐富、土地廣闊 面積為162萬平方公里 在全國佔比14% 近年來經濟也持續低迷 在全國的比重日漸下滑 2016年兩會期間 習近平提出振興東北 要奮力走出全面振興新路址 2018年9月 習近平在東北三省考察時提出 新時代東北振興 2019年6月 李克強召開國務院會議時亦提出 奮力實現東北全面振興 但中南海高層提出的振興東北 只是一句空話 自2013年起 中央對東北三省的資金、政策等支持和投入 與全國其他省份相比 不爭反抗 據《財新網》報導 從2013年起 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其中最能反映政策傾斜 和資金投入的經濟指標之一 固定資產投資 變化明顯 報導舉例說 2004年至2011年 東北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在30%以上 但在2013年 跌至18.7% 並在2014年 趙降至2.9% 遠低於15%的全國平均水平 自2015年起 國家統計局發布東北三省固定資產投資數據 顯示2015年、2016年連續大跌11.2% 23.5% 2017年至2020年期間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8% 1%、3%和4.3% 至於為何北京冷遇東北與中共權鬥出現了驚人的契合 從2009年至2020年 東北三省GDP數據表可知 東北三省在2012年至2014年間的經濟總量 雖仍然正增長 但增長曲線已趨平緩 而至2014年後 東北各省的經濟總量幾乎沒有增長 甚至是負增長 如果計入通脹因素 近年來 東北三省的經濟 實際上已經跌落到連2012年都不如 值得關注的是 2012年 習近平那下與東北九角極深的薄熙來 2013年10月 薄熙來被判無期徒刑 知情人披露 經濟持續下滑 令東北社會的不滿仍在積蓄 中南海擔心東北或成為下一個新疆和西藏 而新疆和西藏 蘇來是中共的心病之一 近年來 更成為曝光中共暴行 以及種族滅絕罪行的國際窗口 知情人說 東北三省生活著滿、蒙、回、朝等多個少數民族 同時又是邊疆大區 比論和中國歷史仇淵深重的俄羅斯 以及貧林失控的朝鮮 地理位置極度敏感 最重要的是 東北三省歷史上曾罵過獨立 對抗過中央政府 在中華民國軍閥混戰時期 軍閥將燭林與北京政府對峙時 曾多次宣告東北三省獨立 中共洩政前 東北三省曾經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在中共的統治下近年來東北地區日益衰敗 致使民心悶散 知情人告訴《大紀元》 統戰部擔心東北不滿的問題會擴大 正在加強對東北社會的監控 統戰部是中共用來擴大影響以及消滅異己的特務機構 在海內外從事滲透、監控、情報收集等各種特務工作 12港人代理律師盧思偉、任全牛被吊銷執照 代理12港人案的中國維權律師盧思偉和任全牛 被中共當局吊銷執照 兩名律師都分別表示不後悔代理該案件 任全牛律師2月2日發聲明說 他的律師執照當日被河南司法廳吊銷 該案的另一代理律師盧思偉的律師證 在1月15日被四川司法部門吊銷 任全牛認為 他被吊銷律師證的真正原因是 因為他代理12港人案和公民記者張子案 這兩個案子的敏感度和關注度都很高 12港人案發生於2020年8月底 12名香港青年在逃亡台灣途中被中共海警截獲 同年12月30日 這12名港人中的10人被判7個月到3年不等的刑期 並遭罰款 另外2名未成年人被移送香港警方 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及公開資料顯示 今年年初至今 至少有4名律師已經或將面臨類似懲罰 從2018年至今 至少20名中國維權律師被吊銷執照 而暗封習近平一手遮天 QQ形容新年下架 中國騰訊旗下一款QQ應用程式畫圖紅包 被發現可用來將習近平的姓氏 解釋成語一手遮天引發網絡意義 中國大年初二左右 該應用被騰訊官方下架 又引起網絡上一輪猜測 日前海內外社交媒體熱傳的網絡截圖顯示 在騰訊QQ畫圖紅包的提示詞 一手遮天下方寫上簡體雜誌 就可被識別通過 畫圖紅包的玩法 是根據應用提示的成語畫出一個圖案 如果系統判斷圖案符合成語願意即可得到紅包 據推特爆料 根據此前破解成語一手遮天的教學影片 只需先畫一條橫線 再在橫線下畫四個點即可獲得識別通過 網友發現簡體字雜也可破解一手遮天 迅速引發熱意 而QQ畫圖紅包功能也隨即被取消 網民指該功能下架時間是大年初二 騰訊官方聲稱下架是為了優化玩法體驗和改善功能 但《蘋果日報》稱中國新年正是使用該功能的高峰期 這個下架的時間點內人尋味 網民披露就連簡體雜誌破解一手遮天的截圖都已被封殺 無法在QQ上傳播 有網民棄稱封殺原因洩露國家機密 還有網民聯想到 騰訊高管張峰不是被逮捕了嗎? 與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華爾街日報》此前披露 陰涉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案 騰訊空股副總裁張峰已被官方拘留 有分析認為 這可能是繼馬雲的阿里巴巴後 中國有一個網絡平台巨頭租整肅 本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